騎車騎士拍下前面紅色小車超浮誇 後車廂硬塞像是鐵櫃的東西比車身還長 仔細一看他後座還有人 後面底盤變超低 頭輕屁股重 差點就要翹起來 黑板突然跨了後面有車來就知道了 東西如果掉下來會影響後面的人啊 裝進去已經整台車都已經變起來了 而且萬一追撞的話冰箱往前撞的話 人可能就已經整個被壓扁了 不能上路 會不能上路嗎 有恐怖駕照都知道吧 小車後車門大開貨物超突出 囂張在屏東路上跑 募集的都驚呆超狂小貨車 當三噸半貨車來用 這都可以哦 這樣還沒掉有點佩服耶 影片中小客車所裝載物品長度 已超出規定長度 可處新台幣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罰還 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台南則有綠裂西 霸佔馬路大搖大擺慢慢走 超長尾巴 站滿車道騎士嚇歪 倒退嚕 讓他先走 狂喊馬路上有恐龍耶 網友笑翻 他吃素的不用怕啦 抓到可以賺錢耶 欸蜥蜴你闖紅燈了 小車攤方便 貨物把車都塞爆 離譜上路 還好沒有釀成大貨 記者張春華 葉證雲 郭怡貞 綜合報導 二次 做得很緊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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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